平静中展示内心的炽热 平常不寻常 美味又健康 大家好 我是哥哥 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妈妈的味道 那今天的妈妈的味道 我特别的请来了一位大厨 跟我共同来品尝美味 这位大厨可以说是八大菜系 烂熟鱼胸煎炒烹炸 是样样精通 人送绰号 聊台除神 我是厨神 好的 今晚让我们请出聊台除神 王旭 邀请 欢迎 谢谢 谢谢葵葵 电视机前所有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厨神 厨神 请你好好说话好吗 不是 不是 好好说话 我是做什么菜 我就说什么样的话 比如说做粤菜 我就说 哎呀 好啊 我们做粤菜 做粤菜 聊菜的话就说大家好 我们来做粤菜 跟我们来个川菜来 川菜 你聊啥子嘞 好啦 厨神不敢当 但是的的确确呢 对做菜啊 对烹饪呢 有一点点自己的心动 好的 今晚让我们请出张萍 张妈妈 有请 张妈妈 欢迎张妈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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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张妈妈 欢迎张妈妈 你好王旭 你好 张妈妈小腹上了 你看见没有 抓紧了 哎呦 真好 我们这个摆在面前的食材 就是今天张妈妈要做的菜了 看呀 这就是鲍鱼 对吧 这个认识 哎呦 鲍鱼圈长到哪 不认识鲍鱼啊 你知道 那你这是什么鲍鱼 这个叫燕鱼鱼 对吧 张妈妈 对 为什么叫燕鱼鱼呢 它的尾巴像燕尾芙 燕尾芙一样 像燕子一样 还有一种鲍鱼叫台鲍 台鲍呢 它的这个长得就比较平 但是台鲍呀 很多人吃不服 就容易过敏 对吧 对对 这个我听说我一想的时候 妈妈在做鲍鱼的时候 会特别讲究说 就怕吃台鲍吃不好的话容易过敏 对 小时候我妈妈也这么说 我妈妈说 你爸爸要不听话就快给他吃台鲍 就是我爸爸特别听话 你知道吗 另外一个主食材呢就是这个 鲍鱼 这谁都认识 那我们来期待一下吧 看一看张妈妈用这个鲍鱼 包括这个鲍鱼 跟我们在一起会做出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有点可怜啊 鲍鱼鲍鱼鲍鱼鱼鱼 啥啥分不清楚 好嘞 妈妈咱们动手吧 好啊 鲍鱼呢我们首先呢 我们要给它取掉我们的鱼肉 鱼肉呢我们要用这个刀 这样呢 轻轻的一片 它会把这个鱼刺和鱼肉分开 哦 这样的分开 你看 就这么一拿 一拿 很简单啊 而且超级干净 真的特别干净 这里面非常的干净 这就骨肉分离了 对 骨肉分离了 这时候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鱼尾啊 这样一刀一切 这肉不就能打开了吗 打开了我们就用手啊 轻轻这么一拿 取这个鱼刺也很方便 轻轻的一拿 这个鱼刺就下来了 这是因为鲨鱼它比较特殊吗 对 因为一根鱼骨头 对 就因为它这个鱼骨头 而且你知道只有新鲜的鲨鱼呢 这个鱼刺取来 对 它这么就是省事儿 如果要是不新鲜的话 一取 鱼肉都酥 对 我现在知道你真的是厨神了 是不是 了解的这么清楚 谁没有几个馋子朋友 对不对 这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下一道工序 非常地简单 用这个刀啊 一刮就下来了 一刮就下来了 非常地简单 把这个鱼肉啊 放在一边 那您丈夫真幸福啊 这家什么菜头能吃 尤其是这个鲨鱼炖鲍鱼 是啊 鲨鱼里面有鲨鱼 鲨鱼跟鲍鱼在一起做出一道什么样的菜来 因为它 我刚才是以为说这个鲨鱼是一个完整的一条鱼吗 但是现在你看来 它取鱼肉 对 鱼的骨头不要了 然后鱼的那个皮也不要了 现在就留下了 只有只有这个碎鱼肉 对 嗯 那待会儿要怎么做呢 下一步呢 我们那个 要把它剁碎吗 先不剁 看一看 我们先用刀背捏 先捏 先捏 这样一下一下地捏 这就变成很滑了 对 这样的鱼肉呢 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细腻 比你直接剁出来的口感又好一些 哦 而且它呢 就是一会儿我们要放调料的时候啊 它非常的入味 这是要煲饺子吗 变成鱼肉馅了 叫鱼松 叫鱼泥 对 叫泥 这样是我们再轻轻地拦几道 拦几道就行 拦几道就行 它主要拦几道就是为了什么呢 肉上劲 上劲 平时在家里会经常做这道菜吗 经常做 因为我的孩子小时候爱吃鱼 爱吃鱼我就钓着饭来给他做呀 你们家男孩女孩啊 男孩 你帮我拿下